相信很多人和阿伯一样,初识池子的时候,是在今晚80后脱口秀这段节目上,然后再到吐槽大会,池子以他自己独特观点和了解,以及说真的性格,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 池子是李旦发觉出来的新人,当年,李旦就是看到他独特的口才。 当年池子出名是偶次有他自己的原因,池子独创的知识点系列吐槽,成为精密的一生,他的以色和节奏又是最快的,和他自己喜欢的黑人脱口秀相似,他的脱口秀笑点秘籍,把我一针见血,让人防不胜防。 此次池子大远的阿伯也是成为了疑问的交点,许多网友也分分讨论,有人认为现在娱乐圈的明星很多时候都会被一种疑问分人打倒,而池子不会,并且池子的个性独特,或者他那种真偶的作人性格,也是光三次需要的。 现在池子退出吐槽大会,有许多喜爱看他吐槽的观众,希望他可以快速回归。 不知道你们想不想他回归? 对于池子大远的阿伯这件事你们怎么看? 你们感觉池子到底是过瘾之腹,还是保持真正的呢?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